小伙很快就想起了自己的医术 于是亲自给母亲施针治疗 小伙不亏是国医 紧紧几针下去 昏迷了几年的母亲就醒了过来 因为小伙恢复了国医的身份 就连当今的医学泰斗都跑过来求他收自己为徒 然而小伙却说可以随时找他探讨医术 至于收徒就免了 老头看到他母亲的病还需要休养 于是说自己刚好有一家药房可以供他们休息 小伙想到如果带母亲回丈母娘家 肯定又会被嫌弃 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可是女人却告诉富二代别痴心妄想 然而这下却激怒了他 于是就想上前教训下女人 哪知不仅被小伙给挡住 还一脚就把富二代给踹到地上 光天花之下 你未免也太过 你怎么竟然敢打我 只有30天王老子来了 你得贵下认错